母亲去世了 留下年纪两岁的女童独自生存 女孩摇晃妈妈 盖起床了 一罐暗眠药 从手心掉落 她扶下身子去捡起来 还询问母亲 这是糖果吧 她能不能吃啊 没有一点回音 那女孩可就要吞下去了 突然 电话声响起 她放弃吃药的念头 踩着凳子 抽屉 垫起脚尖 拿到手机 下来是没裁本 结果手机掉进缝隙里 怎么伸小手都过不着 她失去和爸爸求救的机会 都给妈妈 怎么喊都不行 还把化妆品用在自己身上 换做一线 她已经挨打了 可妈妈 还是躺着一动不动 这时 女孩站起来发现 运斗在冒烟 她感到好奇 于是上前拿走衣服 衣服被烧焦了 女孩想把运斗搬走 还打算徒手藏刺 女孩被烫丧 哭着找妈妈求安倍 既然这样都醒不过来 那就干脆一起捂睡 没过多久 肚子饿了 妈妈不起来做吃的 她就自己去厨房找食物 把一块烙饼放进微波炉 设置烘烤 一顿下岸 足足十分钟 这是在做定时炸弹吗 很快烙饼就被烧焦 但微波炉没打算停下 索性质量不错 并没有爆炸 但烙饼是吃不成了 于是女孩又找了一块 打开燃气灶 直接把饼放上去 火焰瞬间把烙饼烧焦 这还不是最危险的 她企图吹起 吐口水 这样子灭火 甚至还在玩闹 将牛洞开关 就是放着烧 实在没辙 女孩决定去翻冰箱 摇摇晃晃 头上玻璃瓶 随时可能砸下来 好不容易打开门 终于能饱餐一顿 她拿出一块蛋糕 放在地上 往嘴里塞 吃饱喝足后 她又该 靠下来 咱们要被打开 吃饱了 咱们要被打开 吃饱了 我会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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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母亲自杀了 身体已经发臭 两岁大的女孩为了存活下去 只能爬上床 解开妈妈衣物 俯下身子喝死人的母乳 饿了就去吃腐乱食物 填饱肚子 父亲打来电话 女孩就一直说 妈妈在睡懒觉 怎么叫都不行 父亲这才反应过来 家里出事了 赶紧让孩子保持联系 带着别动 然而手机没电 即将关机 女孩来到妈妈身边 企图用好吃的把人唤醒 张嘴啊 女孩一次次呼喊 还没反应 就脑袋撞击 使劲拍打手臂 几条红印露出 周围已经全是苍蝇 女孩忍不住放声哭泣 她想上厕所 妈妈还是没有回应 她就独自去拿马桶垫 扶着墙 垫起脚 爬上高过肚子的马桶 解决内疾后 还自己学会刷牙 帮忙洗鞋子做家务 觉得变成乖孩子了 妈妈就会醒过来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 地上有很多白色药片 女孩蹲下去捡起来 以为这些是糖果 拿起一颗 直接吃进嘴里 好像没尝过味道 就再来一颗 两颗 抓起一把吃进去 药效开始起作用 女孩犯困 躺在地上 意识渐渐模糊 随终 她闭上双眼 安详离去 母女二人命散皇权 这一切都跟家庭暴力有关 丈夫出差赶回家后 家里已经成为火葬场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皮糊》 讲述两岁女孩 独自在家生存的故事 愿所有家庭和睦 不再发生悲剧